非洲裔的美国人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 有非裔的铁路工人指控自己的雇主 专门开除非洲裔的劳工 八名非洲裔的建筑工人 原本受雇要打通在美国西雅图的一处铁路隧道 不过现在已经受不了 控告自己的雇主 说自己像奴隶一般的工作 而且才上工不久 很快就被开除 西雅图交通局经营西雅图地区的铁路业务 表示针对这样的指控展开调查 报告指出上工五个礼拜之后 四分之三白人劳工都还继续保有工作 但是一半以上的非洲裔的劳工都不见踪影 都被开除了 泰勒兄弟这家承包商完全否定这八位非洲裔工人的指控 根据这家承包商表示 当地的工会没有办法找到拥有相称的技术的工人 可以从事这项工程 这家承包商也表示 工头身上纹的纳粹符号是美国原住民族传统的图腾 不是白人优越感的象征 记者有关系 全民文 整理报导 方深ny的是 请三曲支持 打赏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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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h 酒的 approval